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醫藥記者洪素卿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營養師劉伊黎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媒體人呂文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第一次來的這個新朋友 是藝人司馬桑桑小姐 我要抓你鄭大哥嗎 當然 鄭大哥你好 大家好 他們那個是一種習慣性的稱呼 是是 好 另外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婦產科醫師 王樂銘文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那我們今天主題是要來關心女性 很多方面的健康 這個有胸部 子宮 或者軟巢 很多方面 那麼這個先來看小蠻的新聞 女明星小蠻 他叫王承煙 對 沒錯 他跟老公邵翔 在二零二零年結婚 叫立公 已經年輕 然後婚後育有一子 然後傳出最近他停止 這個更新社群 他穿著 最後曝光是穿著手術衣的照片 表示他經歷了一場手術 那到底什麼手術呢 叫做胸部纖維囊腫的手術 他說有夠痛 而且不能提重物 我先請教一下王醫師 什麼叫做胸部纖維囊腫 胸部纖維囊腫 大概就是我們正好乳房 常常女生良性的腫瘤 在乳房常常會遇到這樣子 那可能摸起來就會有一顆異影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會看他的大小 還有觸感 因為他的假如不大規則 或者超音波看上去 有點比較像惡性的 就會建議把他切掉 因為怕說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他這個應該是 如果是照樣這樣子講 可能是他有摸到了 那摸到的時候 超音波 乳房超音波 大概看了會覺得懷疑 可能是不好的東西 那切掉是最安全的 那也有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不大我們通常就是用穿刺 去抓一塊細胞 可是有時候穿刺就是你沒抓到 你沒抓到就是他正常 就後來就不是 所以切掉是有的時候是會比較 穿刺 有人比較不準 對 就是因為你一個東西在這 你真就用穿刺看 像刺下去抓一塊 有時候就是就是正好就抓不到 因為就像我們有時候抓幾塊 大概準確率大概百分之七八十而已 他不是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百如果整個挖掉 就送就知道了 那如果說有這個胸部纖維 那種胰部纖維 就是要怎麼說變惡性的嗎 機率大概不會很大 大概都在一Percent左右 但是如果你的科那個比較大 或比較多 或他的形狀比較奇怪 還是建議把他切掉 會比較好一點點 會你很明顯嗎 摸的時候 他應該是他自己有摸到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建議 一般的女性 就是你在月經來的時候 結束之後能夠自己自我促整 你就是像月經來的時候 月經結束後 因為月經結束後 所有荷爾蒙全部都回到零的時候 你那時候摸比較準 因為有時候月經來會脹 然後脹的時候 就會有點不大準確 所以我們大概在評估的時候 都會建議女生 有時候你就是月經結束後 你就對著鏡子 這樣照 看兩側是不是對稱 大小 表面有沒有什麼顏色 然後觸摸兩邊 不知道有沒有 顏色也會變嗎 有 有時候會有分泌物 有時候表皮會有那個像橘皮 組織的那種變化 其實那些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如果都不去注意的話 有時候真的有一些訊號 你會很可惜錯過了 他幾歲了 其實他現在 你是說小蠻嗎 現在其實才三十出頭左右 其實算是年輕的 那他在二零二零年結婚 那那時候其實我們都覺得說 他們接下來就要趕快生寶寶 因為有人也有講就是說 像這種胸部方面的情緒 也跟所謂的MC的 這個早晚的時間來的有關 然後再來就是生小孩 有沒有哺乳的關係 那像小蠻的話 他就是發現 因為他的細部的狀況不清楚 可是像我有一個 這個女的朋友 他的狀況跟小蠻有點像 他也是胸部的纖維囊腫 可是他是覺得他可以跟他共存 然後後來他就發現一天一天 隨著年紀增大 因為一般人家是講說乳癌的那個耗發的時間 比較多的年紀 應該 王醫師就四十六歲以上到六十幾歲 這中間 四十幾到六十幾 對 四十幾到六十 四十六歲 但不曉得三十幾年 對 那他是良性的纖維囊腫 但我的朋友是他是發現慢慢的 他本來是跟他共存 因為醫生也跟他講說 就像剛剛王醫師講的 應該還好 沒有問題 可是後來他從開始停經之後 他就覺得奇怪 那顆那個囊腫怎麼有變大的趨勢 後來呢 就是覺得怪怪的 後來去檢查之後 真的就是已經就是 當然是初期 還好他發現了 因為他有覺得那個囊腫 他醫生有說 你一定要密切注意他的變化 可是還好他有發現 所以他就是去我們這些朋友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真的也不要過度樂觀 你身上就是突然就是跑出來的那個突起 我還是要發現 可是剛剛提到說 王醫師提到說這個月經MC結束之後 可以自我檢測嘛 那像我們這種年紀 比方說五十加 然後又藉在所謂的乳癌 耗發的 人家講說比較耗發年齡 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如何自我檢測 因為我們沒有MC 鏡子看 剛剛不是講嗎 MC結束之後 因為荷爾蒙不一樣 我們是沒有經歷 已經沒了 對 你等我大聲幹嘛 我的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 因為像有月經的女神 像我們月經來的那七天 其實胸部他會真的有有 可能有些人他會要硬 然後有硬塊或是腫脹 對 那時候你摸的時候 你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有 可是事實上他可能是不準的 因為月經的關係 對 因為月經當下 然後如果你月經完之後 那一陣子你會發現 真的就沒有硬塊了 文婉姐是說他如果都如果月經停了 那他要在哪個時間檢測 做檢測 對 因為他沒有那個起伏 對吧 對 那個衛服已經不見了 應該時時刻刻都可以檢測 這樣才安全 要停經了 對 至少一個月檢測一下 是站著嗎 還是躺著 站著會比較看 我覺得是用對鏡子 躺著怎麼看啊 那上面有鏡子 沒有摸摸看啊 對著鏡子照 然後因為他其實會 你會看到那個有的會有 那個紋路會看起來不大一樣 對 甚至你可以去擠乳頭 他會不會有分泌物出來 有的有分泌物出來 也是怪怪 有血啊 或者有那種不一樣的顏色 那都要很小心 你有這樣做嗎 沒有 沒有 真的 以理有這樣做嗎 有 有啊 有 有 因為我們家女生方面 也有乳房的問題 所以我都會定期 而且每年都會很認真的定期追蹤 雖然說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有些追蹤是真的對女生來講 像夾那種攝影機都不太舒服 但是都會 我們同事去做那個乳房檢查 那不是都要夾嗎 對 你說他本來我自己胸部就很小了 還把我夾那麼大力 因為他夾不到 真的 夾到 他的三字經都還罵出來 有啊 那有些一夾就哭了 你知道嗎 真的啊 對 我跟你講 我真的有認識一個朋友 我真的第一次去 他說他當場痛哭 然後想說沒有 跟你怎麼 其實如果你比較致密型的乳房 尤其東方女性 所以他真的有些人夾起來比較 真的就不舒服 但是就是 反正兩年一次 或一年一次嘛 所以就忍 不過像我不能忍 不能忍就可以也選其他方法 像我是用那個乳房的MRI 他有專門用的MRI 搭配乳房超音波 MRI或者核磁共振 對 他就不用夾 但是就是要搭配 再搭配超音波 兩個加起來一起看 可以這樣 對 缺點就是比較貴 因為政府 我們這個年紀 幾分不用錢的 就是用假的攝影 你已經到不用錢的年紀了 很久 很久都不用錢 衛生局一直卡來 都不用錢 你還沒來 那是幾歲 四十五歲以上 四十五歲以上 就不用錢了 對 他還會送你一百塊的 那個什麼優惠 一直卡電話來 鼓勵你 對 我夾真的還蠻痛的 我印象中 因為我之前在醫院工作 我們員工也有送那一種 就是檢查這樣 我記得我第一次站上去的時候 那因為都同事 因為技術員都同認識 我一夾 我第一個進上去夾 結果你知道怎樣 我還至高奮勇說我第一個去 我大叫 叫到外面整間 那個所有病人都嚇到 然後我們那個同事就說 你這樣子外面 你都不敢檢查了 我說我忍不住 我大叫到我自己 有那麼痛喔 其實我是個蠻內斂的人 因為畢竟在自己 自己醫院 你是營養師 你不能夠呈現出你很緊張 慌張或是很害怕 我一嚼就 這樣子 太痛了這樣子 然後我同事有兩個排在我後面 我一出來他們就說 你好丟臉喔 我說那你自己進去看看 他是夾到根部嗎 我跟你講 極盡所能的壓扁 壓扁你的修復 其實是各種角度 各種角度 各種角度 我沒有夾過 你怎麼沒夾過 我真的沒夾過 你剛剛在補助 哥哥這麼獎勵一百塊 我不要 第二年 你就手 就不會痛了 因為你已經手忙碌 對 這個假的 今天大家都要講 要見個廣告一下 休息一下 王醫師 為什麼要夾到這樣 大家要叫 其實他主要是夾 是希望組織能夠在那種 呈現上看得比較清楚 可是現在真的 前一陣子 有廠商來跟我們醫院介紹 他就 夾到什麼地步 才看得清楚 就是越扁越好 然後他就看得越清楚 他夾會痛 可是現在有比較好的 越扁越好 因為你的就像打得平平的 他整個都可以呈現出 你的組織的原貌 夭壽人的本來是像那麼漂亮 要夾到這樣 就各個角度 他也有夾過 夾到你那個出來之後 都有痕跡 就是 胸肌會變形嗎 黑色會變形 有人比較秀皮的 他會夾到黑色 可是他也不是夾一個 夾一個一邊 也不是只有夾一次 就各個角度 每個角度 他要這樣夾對不對 他會幫你喬好 其實不是你自己喬 我們的那個護理 都會喬好 然後他大概要有什麼角度 就是這樣夾 然後上下 上下夾 然後我記得好像 側 斜面也要夾 而且是極盡所能 你就會想到 一定很貼近 對 而且是到底這樣子 所以 到底之後 你已經通到極限 然後就 然後他就會還好那個 如果說動作很快 大概兩秒就拍完 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鬆一口氣 然後又來了這樣子 然後你出來的時候 那個形狀變怎樣 就是會有痕跡 形狀變 顏色也變 就是會有痕跡 顏色被笑到都黑色 對 因為我第一年叫太大聲 我第二年我就告訴自己 不能叫 然後後來 不能叫 因為太丟臉了 然後就眼淚就這樣流下來 還有眼淚 對 然後 那個是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啊 然後後來第三年之後 就好了喔 就好像已經可以忍受 那個痛的感覺了 所以我覺得 大家還是要去做 那後面你會不會覺得說 我應該再去夾 會 奔習換性是不是 就對 還是要去夾一下 就是 你就預期那個痛 其實就可以了 那我不能理解 男生也有胸部 為什麼 那他們夾什麼 他們 也是夾 夾 也是夾 夾皮喔 我覺得我們比較不容易 我覺得王醫師 我想說 男生的發生率 沒有女生那麼高 所以對他們來講 篩檢的利益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覺得女生聽完這一段 你突然想說 這麼痛要不要去 我講一個故事告訴你 為什麼要去 我講一個故事告訴你 我有個朋友 他們本來常年都在中國工作 然後後來呢 最近因為他有一些事情 他就回臺灣要處理 剛剛跟客戶見面幹嘛的 然後那天跟客戶約好時間了 然後就要去拜會 突然間他們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上一場會議 有一點遲延 那我們這場可能會延後的兩到三個小時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可能要請你晚一點來 那他想說兩到三個小時 可以幹嘛呢 他都已經準備要去開會 走著走著 剛好大樓下面就有亮 那個什麼你知道嗎 現在有那種 乳房 篩檢車 就是那種巴士 對不對 就不知道這座人 又發生 叫你去 又一百塊 又一百塊 就想說好吧 那也反正也沒事做 那就進去吧 就進去照 你知道照 他本來都已經要回去中國了 結果後來就是突然間有一通電話來說 小姐你這個檢查好像有點狀況 要請你再去就醫 結果就醫真的就發現是乳癌 不知道是二期還什麼 他忽然走過去 他走過去啊 因為你就在那裡 行程在那裡要過去啊 就像說不知道 兩點前還可以做什麼 沒有來檢查好了 這樣就檢查到了 其實真的要做啦 我是剛剛形容是我第一年啦 第二年 第三年之後都習慣了啦 第一邊會痛 第二邊會怕 第三邊你們祖母不是在病了 就習慣了 人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應該要去一下 我就有時候 你沒有夾過 我沒有夾過耶 而且都反正了解 四十五歲就不用了解了 對 我現在都倒過來啊 年紀都倒過來又沒去 沒有 因為我老實說 像有時候真的是冥冥當中啦 我也一個 其實我們周遭都有這樣的例子 像除了肅清 像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到我 到我兩歲的朋友 他自己開 事業做很好的 一個女老闆 他都是直營店 老實講 很累很辛苦 可是他手下都很多那種按摩師 他以前就跟我說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陣子 五十間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們就隔著一個簾子 他幫 他請他的 那個SPA師幫他按摩 對 然後他也是這樣 挨挨挨挨 我也挨挨挨 我有時間很痛嘛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那個不能按 你知道他在按什麼 他一直跟我說 我說 阿姐 你怎麼叫我 你在按什麼 他就說 因為他發現他的這個淋巴的地方 常常會有那個淋巴結 就是氣結的地方 他都請他的 他下面的小姐 幫他把他按開 推開 他還跟我講說 婉婉 早人 這個很麻煩 一定要保養 尤其胸部的地方 所以他是有長時間在定期按摩 跟保養的人 後來呢 有一陣子 然後過了一陣子 我去的時候 他出事了 我聽他下面的員工講 他診斷出來罹患乳癌 然後他是怎麼樣的狀況 你知道嗎 他也是就是突然間有一天 好像去帶著學生去參加比賽 幹嘛的 就在路邊看到一個 那個好像是醫院 類似醫院診所的地方 就貼了一個新式的乳房檢測 說這新式的看起來 好像不然很方便 也是就像素晴那個朋友一樣 走進去 一進去 完了出來 就是檢查就是乳癌 可是他其實老實講 他這樣一年多過去了 他以前很愛漂亮 然後頭髮也是留得長長的 就搖個搖身材很漂亮 可是我從他 因為他是很貼近的朋友 看到了什麼 就是頭髮開始掉 然後現在全頭都是白髮 以前都黏頭髮很愛漂亮 頭髮都掉了 然後再來關節處 全部都是黑黑黑黑黑的 皮膚變黑 它可能是治療 然後化療藥的關係 對 然後整個身體變腫 大概腫了一倍一倍多 其實那個真的真的很辛苦 很折騰 為什麼乳癌是癌症女性第一名 發生率第一 就可能跟第一個 就是跟我們飲食西化也有關係 然後壽命也延長了 所以加上我們現在大家比較有篩檢意識 其實你知道我們女生 其實發現的早期乳癌 透過篩檢真的蠻多的 所以這些加大種就是說 發生率雖然高 可是我覺得至少現在乳癌好好治療 很多他整個已經跟慢性病一樣 存活非常非常的好 黃醫師 我同事說他A照背 這樣液到那個 那個大小有關係嗎 大小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對 那主要是A 他說他就液沒有 所以就快要液 一定要夾到 一定要夾到 他就是 因為乳房是立體的嘛 所以剛才說各個形狀 他就是各個角度都要照得到 你要漏掉沒照到就沒有 那乳癌的致癒率有多高 看你第幾期 還有你的細胞的型別 是哪一種的 如果是一般的都還好 如果你是細胞型別是那種罕見的 你就運氣就比較不好 OK 今天難得邀請到司馬桑桑小姐 聽他說你也有乳癌 你是怎麼發言的 我也沒有發言 我是我的狗子給我發言的 我的狗狗 我養了一隻馬爾基斯 那麼我們白天都玩 然後有一天我就坐在沙發上 他很奇怪 他平時是我抱著他 後來他不是 他就一直跳 一直跳 連三天跳同一個位置 跳到我 我摸到我這個 我其實我從來沒有篩選過 好像你 你也不要去夾過 不要夾 不要夾 要去摸 那一塊硬硬你知道嗎 又漸漸這樣 我這個人就是二話不說 我就跑醫院了 跑醫院那個醫生馬上一摸 他只是用摸的 跟我講說不好的東西 我說什麼叫做不好的東西 他說你這個是乳癌 我說啊 我這樣摸就知道 我說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切片 OK 我這個人就是很速戰速決 我說那就馬上 那個醫生也安排得很緊湊 切片出來說確實一到二 一起到二起 他說你都從來不檢查 我沒有檢查過 那你怎麼發現 我照樣意思 就是我的狗狗發現 他說那太神奇了 有一些狗他是很敏銳 對你身上 狗的嗅覺 比我們靈敏不了幾萬倍 對 然後我就說那怎麼辦 他就說接受治療 我說怎麼治療 他說你可肯定要切除 我說怎麼切除 他說握一下 好像你說的 挖一點點東西出來 是什麼 那一塊 我說挖一點點 那還有剩一個洞 我就毫不考慮 我跟他講 不要挖一點點 你整顆給我切掉 還有右邊也切掉 醫生說你瘋啦 你右邊又沒什麼事 你幹嘛要切掉 我說那平均啊 現在不是很流行嗎 而且你說那個什麼 癌症那個 那個化療藥一打的話 他那個會跑來跑去 搞不好 就是他的癌細胞會亂跑 還有我就說 那就這樣子 你不是說那個淋巴 淋巴把它切除 所以我的淋巴也切除了 我淋巴也切除掉 我整個拿掉 所以你學那個安潔利納球利 那時候是想這樣子 我想兩個在切瓶就好了 反正也看了六十年 膩了 我跟我老公講 我說回來吧 我要開刀 幹嘛要開刀 我說乳癌 嚇死了 因為他在北京寫劇本 他怎麼會這樣 我說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很樂觀 我就問我的醫生說 治好的機率有多高 他說這個沒有問題 遇到二期 你只要好好接受化療就好 我說那OK OK 我說你安排刀房 他說你要這麼快嗎 我說要不然呢 他說刺死也要這麼快 因為在拖的話 他就因為你只要做過切片 他跑得更快 所以現在看到的司馬三三 其實滿健康的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繼續聊 好的 先休息一下 好 剛剛蘇星有說 好 剛剛蘇星有說 這個女性的乳癌是這個女性乳癌的第一年 不過她治癒率還蠻高的 越早期越發現越好 所以文婉 叫我嚇一 好 準備了 聽說藝人朱欣怡也乳癌 還是健康檢查 但是他距離覺得 就有一天他發現 他照鏡子 怎麼覺得目視 怎麼他胸部一個大一個小 那他其實有三個小孩 他是哺乳過的媽媽 所以他覺得說 他不是那種很豐滿型的一個媽媽 就對了 可是他覺得一邊的這個胸部 很明顯的就有點脹 然後他就越看越覺得怪怪的 可是距離上次的健檢 其實不到一年 所以他就覺得說有這麼快 有這麼怪嗎 就是應該不可能身體這麼快 就發生了變化 可是就那麼巧 有時候就是時機巧 他就上了一個節目 就在這個準備錄影之前 他就問了醫生一句就是說 他有告訴醫生說 他身體上面有什麼樣的變化 醫生告訴他 感覺怪怪 結果一檢查果然就是二到三期 那他其實從發現到抗癌 這段時間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那他其實有出一本書 他就是也跟大家分享 對女性朋友分享說 你如何自己在早期自發性的發現自己不對 他說其實他後來回想起來 他發現說他那段時間 常常會覺得說胸部 比方說有一些痘痘 就是不太會好 就會長痘痘 然後不然就是說 有這個傷口不容易癒合 再來乳頭會癢癢的 就類似這種這種狀況 然後原來這個都是一些徵兆 那他現在其實一年多下來 其實他總共做了十八次化療 所以前陣子他就講說 他終於畢業了 其實是這樣 這段時間 他說對十八次 可是真的真的很勇敢 那他其實很辛苦 對 抗癌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一直真的當然也有半夜 跟先生抱在一起 痛哭的時候 因為真的真的很難 很難受 可是因為有三個小朋友 他必須要勇敢 他其實形容就是說 他在抗癌的這段時間 他說吃肉 吃肉 肉變苦 那個肉 它就會驚嚇 會有一個金屬味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打藥的關係 可能是因為這樣 然後所以他有嚴重的便秘 所以常常一上廁所 就是一缸全部都是血 那其實看了自己會害怕 然後再來就是指甲容易斷 不斷的斷 然後一斷有撈 我們知道撈撈到毛線什麼 其實那個傷口是很大的 所以其實這些零零種種 一些折磨 其實走到現在 終於他說 終於是畢業了 但是當然就是王醫師 其實很清楚 就是說他可能還要吃一些藥物 可能要五年 之後才算是真正如果OK了 要定期追蹤 我有去看朱欣妮 那個他自己的 對自己的描述 我覺得他有一個 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他每年都做健檢 對 而且很徹底的健檢 想不到 要嘛就健檢 沒有檢查出來 要嘛就是很快就長出來了 那到底是哪一種 其實健檢 他是一個算是比較基礎的 一定要做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常在看健檢 有些人講說 他只是想說我有健檢 可是他都做的都不重要的東西 就不見得查得到那些 那些重要的疾病 像有些健檢很淺嘛 涼涼身高體重抽個血 沒做什麼 那大腸鏡有沒有做 胃鏡 現在 現在那個什麼低低低 激量的胸部的那個 胸部的那個電腦斷層 抓肺癌嘛 然後像腦血管這種 你要做的是重點 包含那個什麼超音波 而不是做很一般的 一般的就沒有什麼幫助 那我想他應該是有做啦 但是有做總比沒有做 來得好很多 像他講的這個就是 他會發現到他的乳房會癢 會怪喔 他這個 他說有痘痘 對 把乳頭燒癢 我們一般 還有不對稱 對 我們這種一般來講 大概都很快就會好 就像青春痘什麼 皮膚會有癢 大概一個禮拜 了不起吧 一定會好 可是好了又一直同樣地方 再復發 這就很奇怪了 那有一個疾病叫做 pager disease 就是他是跟皮膚的濕疹 有關係 可是這種疾病都會伴隨著 乳癌產生 他是以皮膚表徵 會癢 擦肋固醇藥也不會好 好了又來 好了又來 像這個疾病 你就要非常小心了 因為你可能就要慢慢去摸你的乳房 是不是有 裡面有長東西 你要擦一波就要追蹤 因為他的表徵是有點像是 蓋著一個假面在裡面 他或下面有地雷 如果你沒有去注意到的話 你可能就會 黃醫師講的叫做 脖折伺症 對 脖折伺症 OK 好 那我請教你就說 那現在女性 如果是在鏡子前面 她要自我檢查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順序跟方法 大部分我們在促診的時候 會是我們乳房的乳頭在這裡 會沿著這樣繞圈圈出去 繞圈圈 不管順時中逆時針都可以 因為我們左右手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 這樣要很大力嗎 你自己觸控得到就可以了 然後摸完之後 然後再摸兩側的淋巴 這邊內胸淋巴結 其實腋下淋巴結 這些淋巴結你要去觸碰 像剛剛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就是其實他有症狀 他每次都有淋巴 他不覺得很奇怪 他就覺得是不是推散就好了 這不對 這淋巴不會長 你的前哨 你的前哨衛兵已經告訴你 你已經裡面有蹲 他才會腫起來 對啊 就像你這裡 以前 以前我自己的同學 他就摸到這邊一個 他以為他是感冒 淋巴腫大 結果是血癌 淋巴腫起來 對啊 然後一抽血 那些都都出問題 他覺得我是感冒怎樣怎樣 應該是腫起來 結果就砍砍了 對 就是這邊 這邊有一個汗下淋巴結 對 其實淋巴就是前哨衛冰站 他已經告訴你身體有狀況 當然最常遇到的還是發炎 感冒那邊 可是有時候就不是 你怎麼可能天天在這樣 那你就要進一步的檢查 乳房也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觸碰 然後最後最後完 我們通常以前在教 最後完你一定要去擠那個乳頭 看有沒有擠出東西 對 那個是最後一動 那不是很痛嗎 就是那個要放最後 因為痛完就不檢查了 這有時候真的會癢癢的 那個是正常的 偶爾的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他表面 他表面的形狀不一樣 乳房的表層的顏色 還有說他的皮下的東西 都會有紅紅的 那個都是有訊號 你要稍微多注意的 哦 是是是 這個三三恭喜 你現在好很多 不是好很多 應該是說 其實我已經今年是第十年 對 那那時候我堅持 就是把整個割掉 那我的運氣比較好 就是說我割掉之後 我可以重建 因為有的人割掉不能重建 就是靠心臟方面 或是有心血管 你不能重建 那是我可以重建 那那時候我在想說重建是什麼 我不知道重建是什麼 重建就是 放一顆水袋或是什麼 在裡面 我說 蛤 要不然你切掉一顆 這邊是平的嘛 我說那你要一邊 沒有 一邊沒有 我說 那叫少奶奶 要說要穿鐵衣 我就沒在穿最早的人 我說穿鐵衣 太痛苦了 我說那那我問我先生看看 我就問我先生 我說他說可以重建 我說我今天也不知道重建 後來還問他朋友 我說你把我做胸部的事情 你沒有聽過重建 沒有 九二一不就要嗎 那我重建可多了 然後我就去問 然後 然後我先生說 問了朋友 他們說女孩子 其實呢重建好 有機會重建就重建 為什麼要不然你洗澡的時候 就看到一邊有一邊沒有 是空的 一定是有 很奇怪的 我想一想說好吧 那我就問我的醫生說 那重建是怎麼樣 他說要自費 我說自費怎麼算啊 他說如果你要 鹽水袋還是要那個矽膠 我說鹽水袋是什麼 矽膠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說他說有價錢的 我說有價錢 十年前鹽水袋十萬塊一個 那個矽膠十一萬一個 我說有什麼差別嗎 他說就都是公開的價錢 我說那我問一下會不會破掉 我當然會害怕 鹽水袋一聽好像會破嘛 他說如果鹽水袋破掉 在你裡面是自己吸收 自己吸收 我說那還好 我說那矽膠呢 他說不知道沒破過 我說那好吧 我就做鹽水吧 因為你矽膠 你不知道破的是怎麼樣 他說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怕 這個絕對安全 我說為什麼 他就拿了一個報紙給我看 然後這個也是我的反 也還假的 結果出車禍的照 我說你幹嘛拿死人的照片給我 出車禍 你要看 他還在那裡 他就鹽水袋還在 沒有弄破 我都被他笑著 我說好 那你重建你的皮膚要去哪裡拿 沒有 他這個醫生很厲害 他把我的頭跟我的皮膚都留住了 那我重建一定必須要用醫美 用醫美 另外一個醫生 鹽水袋或者矽膠塞進去就可以了 他整顆拿掉之後 就是把那個鹽水袋再進來 所以我的手術很大 我的傷口很大 我等於動了大概十多個鐘頭吧 這麼長 這麼長 然後一出來他就 我因為淋巴也割掉了 所以他白病病就問過一句 他說 珊珊你可以讓我看一下嗎 我說看什麼 讓我看一下 看一下 我說看什麼 看那個頭頭 我說看什麼頭頭 他說你就叫我看一下 然後我就給他看 你這個是真的嗎 我說真的嗎 我說還有假的嗎 有 我的朋友那個就是假的 他拿那個 拿上來做的 就是那個頭頭 我說沒有 我是真的 他說你的醫師好厲害喔 乳頭是其他地方拿上來的 對 這很特別 有的人做是沒有頭來 就是割的關係 或者開刀的問題 等一下說好不好 等一下說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文婉剛剛要補充 沒有 那個珊珊姐提到 那個乳頭的部分 像我是比較疑惑的地方 像朱欣怡的部分 他就說醫生有問他 就是乳頭是不是要留著 他就選擇不要 因為他怕說那個會有後患 所以他是整個都拿掉的 我只是說那這個怎麼樣去 比方說分辨 我是不是留不該留 像以那個珊珊姐這樣子 感覺其實是很漂亮 重建起來是很OK的 其實他乳房在於說 重建就是就是美觀 就跟原來要盡量回復到 他原來的形狀 因為乳頭畢竟 你要做個假的不大容易 所以流原來的是 應該是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乳癌 大部分都是你的乳房的線體 還有乳房那些兼殖細胞造成的 乳頭比較少 所以他有的會保留一個乳頭的部分 那胸部要去哪裡拿來補 那個乳頭的部分 不是 就是整個 鹽水袋 皮膚呢 皮膚以前是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更新的 就是以前是從肚子這邊的 那個翻上去的 我們以前是如果分兩種 一種是說他這種是做液體的 是鹽水袋移植 那以前有一些是做字體 就是皮板 就是遺山填海 他從肚子這邊比較像我們這種油多的 我們就有好處 把他翻上去 補上面 對 翻起來啊 對 翻起來 翻過來 這樣你也有 不是掛下來嗎 不是 因為你要掛下來你就回來了 他要有一定的 那個血液公益或幹嘛 所以他是從這邊的皮膚 不知道怎樣怎樣做上來 所以他做上來之後 就是同時有肉有皮 然後做起來就是非常的自然 因為他就是你自己的組織 但是耗時非常久 所以臺灣的醫生在這方面很強 很厲害 那乳頭呢 乳頭就是過去我採訪過的 有一些是他們沒有重建 他們就是用類似刺青的方式 讓他有一些顏色或什麼這樣子 那重建的人多 還是不重建的人 你要看他年輕 對 如果年輕人當然是重建比較多 因為他會希望形狀跟原來一樣 如果年紀比較大 他就比較不在乎 就大概就只要能夠把病治好比較重要 對 那個對這裡也有的就這樣病 可以啊 那手術十幾個小時 而且上面做這一塊皮瓣是整形外科在做 不是乳房外科 乳房外科開完了 換整形外科再上去 那這 現在這塊要怎樣 他把他關起來 就把那個皮瓣翻上去 對啊 那手術很大 把整個都打開來 對啊 所以像旅行碗就不行 因為他肚子太小 那怎麼辦 我看一下他應該設法幫你想找的好不好 這個珊珊現在 你覺得你為什麼會得到乳癌 有想過這問題嗎 其實沒有想過 後來我就想說怎麼對啊 都六十歲了 得乳癌 好奇怪 然後也莫名其妙就這樣子得了 那我也莫名其妙就 就很快的就把它解決了 就不到一個月 通通做好 速戰速決 速戰速決 我也沒經過我的老公同意 我說我家裡我最大 我只先同意輸 然後到訪 看起來你滷毛滷毛 我不是滷毛 我的人跟阿三 小孩是自己的 不要經過別人來 你有家人來參與的話 我跟你講 人家就說換金 人家就說換醫生 我是想說 既然已經碰到 因為我從來以前都沒有進過醫院 我第一次進醫院 我就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病 我在想說一定一次要解決 我的醫生也是 很快 你做超醫科什麼什麼都給你做 然後胸部 腹部什麼都給一連算檢查 你以前演戲的時候有結婚嗎 我 我吃很少 很少 對啊 白天你看我抽菸太難了 多少吃 多少吃 我都在廁所裡面 打一個腳電動的時候抽一個 那演戲的作息會不會也就是不再 不是很正常 以前演戲 其實早期都是不太正常 後來也更不正常 有那個八點檔的時候 我演那個 我記得我也臺師 那個神醫廟算劉伯溫的時候 那個真不是人過的 怎麼說 二十小時都在待命 你開什麼玩笑 那個劇本都是熱熱的來 熱熱的來 你睡也不是 然後你晚上錄到早上 早上要出外去釣鋼絲 要打 然後我演一個武功很高強 你說怎麼辦 所以都沒睡就對了 都沒在睡 一個禮拜 後來我就 因為那個劇本 我先生寫的嘛 我說你不要寫我 你幫我寫我 刺死你 我說你可以幫我寫 不行 你是那個量養旁邊的很重要 武功很高強 這是要保護他的 那月宏剛好演那個量養 我說你讓他演 他說沒有 你現在外號 就叫鐵糧子 我不要鐵糧子 我說你讓我死吧 我受不了 那個一兩百幾下來 你整個都是沒有辦法 那你一星期沒睡 要怎麼支撐 就是我都是靠喝雞精怎麼辦 雞精有辦法睡 我跟你講 我還真是我喝雞精 喝了到現在已經是五十年了 我在新加坡當摩托牌的時候 我就開始喝雞精了 一天一瓶 一天一瓶 後來到秀場喝得更兇 一天兩瓶 因為你必須要上秀做秀 你一個 自己一個節目下來 還有一個鐘頭 這樣就可以不用睡了 你有一個東西撐住 然後再加上雞精 他真的可以補充體力 所以我雞精喝了五十年了 到現在還在喝 你有這樣空檔去味一下 去味一下嗎 我沒有辦法那個味一下 我乾脆就不睡 我怎麼味一下 味一下 他爬起來又更痛 台詞也忘了 什麼都忘了 因為迷迷糊糊嘛 所以我就撐 撐到差不多了 所以我後面跟製作人講說 搞啊 蝦好嘻嘻的 說我老公吃 不行 你這條線正好 你無縣就沒收拾了 我還要收拾不關 我不是褲子嘛 那是因為自己的公司對不對 還有製作人家是很好的朋友 就我們去旁邊 我們去旁邊 旁邊旁邊一直燒 你看人家對你多好 你叫我給我死 你不給你死就不給你死 後來就把我寫說 我受傷了 回到苗族了 因為我是一個苗族的一個 很會下骨 會有功夫的人 然後再另外一條線出來這樣子 要不然我永遠死不了 演戲很辛苦 太辛苦 尤其古裝的 我跟你講 我演歌仔戲之後 我就很害怕演古裝 因為歌仔戲我完全不懂 後來演那個 太可怕了 所以我就在想 對啊你們這樣一提起 我就覺得是不是我演那個 劉伯茵演到後來我得了癌症 那個是前後時間嗎 其實差不了多少 你看吧 你會也懷疑太累 所以得了癌症 真的可能太累 作型不正常 我說睡眠太重要了 鄭大哥 我這個人是夜貓主 我晚上不睡覺的 你晚上不管 因為我的晚上都是在畫畫 因為我現在一半講 人家說藝術家好聽 畫家OK啦 慶善 好 那時候我也有教學生 教學生做年土嘛 所以我晚上是 都是我在做功課的時候 我這劇 韓劇 看看小說 晚上是我最好 最安靜的時間 那白天呢 就是我必須要去上課或是幹嘛 還是不睡 其實依照我這種年紀 四個鐘頭就夠了 四個小時 我都是睡四個小時 四點鐘有夠嗎 有 他真的好強 他七十才開始 他剛剛講說追劇嘛 三三姐說他沒禁食 沒老花 沒假牌 是喔 他真的很誇張 然後我沒有整形 完全都完整的 你知道為什麼他有辦法這樣嗎 為什麼 因為他是嘉義人 那你現在 你現在所以作息也沒有調整 你的飲食有調整嗎 飲食其實只要醫生有交代 我幾樣東西不吃 我是確定不吃的 第一就是說你 因為我荷爾蒙過剩的人 我不能吃山藥 女性荷爾蒙過剩 我過剩 醫生說山藥不能吃 我說還好 我最討厭吃山藥 我就不吃嘛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芥末 薩西米那種的嘛 這在五年裡面 我都沒有去碰過他 我完全沒有碰過他 五年後呢 半年吃一顆吧 吃一片兩片吧 就這樣子 其實我對飲食方面 我還OK 很控制 OK 睡四點鐘 然後你說什麼 飲食也都 其實我的生活作息 就是說因為我不吃早餐 不吃中餐的人 不吃早餐 不吃中餐 我不吃 我起床的時候 都已經差不多下午了 那我就喝一杯咖啡 一片吐司就這樣子 然後晚餐是我的最重要的 就這樣子 所以我四十幾年來 都這樣子過 但你叫營養師以後怎麼混 不知道 他也是混得很好 那體質的問題 體質跟習慣 體質跟習慣 等一下來說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剛剛這個山山也再講一次 他說他現在 不好意思七十個月 然後他沒有老花 趕快還有辦法拿針穿線 我動線都這樣 然後牙齒都是針的 是 沒有 沒有壞掉 沒有假牙 沒有假牙 一天只吃晚餐主要 早餐 午餐不吃 喝咖啡 起床喝一杯咖啡 一片吐司 然後只睡四小時 是 就夠了 這樣 不怪醫生罐 醫生罐 醫生罐 保安 眼鏡罐給大家看 我這樣做小問的 你看 整個氣質都走 沒有 你們是大盲人 我沒試看 你知道 我本來五十二歲 五十三歲進城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厲害 沒有近視 沒老花 沒散光 可是真的就像我們講 有時候身體一退化好快 差不多半年 半年前去檢查 哇 五十二歲 你真的好棒喔 這個年紀的 眼睛這麼好 不然你後 斷癌室 馬上一百七十五度的老花 速度這麼快到 三三歲又說牠吹起都真的 這個沒有什麼好稀奇的 你現在老實講 我覺得你剛剛戴眼鏡還好 還可以看 對 以後你就會這樣 沒有 我告訴你 陳大哥 其實因為狗頭 我平常都也這樣 我以前都不知道 為什麼老花眼鏡要戴到這裡 你七十歲問這個問題 很不道德 不能理解 好 我跟你講 我以前也不能理解 我以前都覺得說菜閨姐 眼睛好 眼睛好 你戴眼睛不才好看 你戴眼睛怎麼會好看 我跟你講後來我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不是多焦鏡片 所以老花可以看近的 所以你要放這個位置 你要看橫的這樣 你不能這樣 因為看橫的老花會亡 你頭部會亡 所以這個位置嘟嘟好 你可以看遠 也可以看近都可以 我後來懂了你知道 你了解了 後來懂了 我真的完全懂了 可是現在不是有種眼鏡 叫多層式的嗎 沒有 我就先 因為他沒有近視 因為我沒有近視 然後那個三三姐剛講一個更厲害的 他說嘴嘴都真的 這不夠牛 他說也可以啃那個 甘蔗 甘蔗的 你還在擠甘蔗 你還在擠甘蔗 人家擠甘蔗 多好玩的 你不知道 我要擠皮一下 我現在不說擠甘蔗 不擠的就對了 不擠 一定要擠皮 你說到 把蟑螂那樣硬的都整個 以前淋淋手 有一個很大鋼牙 我從小真的啃的牙齒 像我爸爸吧 我怕八十幾的牙齒還很好 你DNA真的很厲害 而且我的骨質更好 厲害 厲害 我才去檢查啦 我七十歲 我的骨質四十幾歲 骨質喔 所以你也沒有骨質疏鬆 你怎麼在運動 沒有 也沒有 完全都是不好的習慣 不才我們一般 你娘都跟我一起蹲嗎 那我有啊 來 王醫師你跟他拚 對 今天我們車碼會多加五百 對喔 獎勵一下 真的啦 你可以蹲喔 沒有問題啊 蹲喔 還有你這個手有沒有 你這個手也可以這樣子 你看 我一陣子沒辦法 有世界沒辦法 等一下給攝影機看一下 真的很厲害 很多人不能這樣 再來這個 我看很軟Q耶 厲害 真的很厲害 來 王醫師 來 王醫師 攝影機看一下 你看你們兩個背後 你看 王醫師你這個動作沒辦法 我以前曾經用過這樣把麥克風 在台上唱歌 以前不是有一個輪語歌后嗎 對 我就假裝我是斷臂歌后 我就這樣出去 輪語歌后是李沛欽嗎 對 你弄一下 來 我現在OK啊 我這樣可以嗎 厲害 你也可以啊 柔軟 來 怡黎呢 可以 勉強 可以 其實你其實這個都是很OK啦 那沒有什麼 那也太矮了 這個都是沒有關係 來 王醫師 矮一下 來 不好意思 不行 來 豪宅來看一下 不行 不行 你看 你看 你弄不中 你弄不中 來 肅清 我不行啦 我從二十歲就不行 你今天奶的作用 就給大家看一下 阿睿大家 我真的不行 你看 肅清 你也是碰不到 肅清只能到腰 這個需要有一點柔軟 你看 這個需要有一點柔軟 而且我兩隻插超圓的喔 這個可能跟柔軟 都有關 我就是一個硬漢啊 我每次在瑜伽課都鶴肌群 老師說可以再低 我不能 健康就好 那怡黎 你看他怎麼吃 早餐 午餐不吃 其實三恩姐 我們剛剛總規矩就是 他可能是基因很好 因為正常人 其實在營養學裡面 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所謂的定時定量 那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 吃三餐這樣子 可是有些人可能長期 他就只有吃兩餐 這是什麼怪事 那對他來講 也是所謂的定時定量 所以他是長期這樣子嘛 你就是不是說 可能這個禮拜吃三餐 下禮拜吃四餐 又回到兩餐 沒有 那對他來講 他是定時定量 然後睡眠時間的話 我們現在普遍是建議 六到八小時 可是因為他只有四個小時 就要看他睡眠的品質 比如說他這四個小時 睡得很熟 那這個也是一個好的 一個睡眠的 我們就說睡眠健康衛生 是很好的這樣子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像我們在醫院 常碰到一些癌症病人 他在講他的那個 過去的一些生活史 家族史的時候 他有提到幾個 比較高風險群的 第一個就是說 可能跟你的 如果你媽媽那邊 有乳房的這個疾病 這個可能就要注意 你就是高風險群嘛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些工作 像我我這常常碰到幾個 得乳癌的年輕的女生 從事工作 我自己碰過的臨床上 第一個是空姐 空姐蠻常碰到的 因為可能是 因為就像剛剛提到的 日夜顛倒 對我碰過那個空姐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自己的護理人員 為什麼 因為護理人員有小夜跟大夜 對這個也是高風險群 所以其實在醫院 我們護理人員都會定時去檢查 因為工作關係 然後第三個是那個 我蠻常碰到那個 生第一胎丸的媽媽 就是因為壓力很大 他們在講說 他們就是壓 自嘲後憂鬱那一種 對就是就是 就帶第一胎丸之後 一兩年之後 他得了這個乳癌 然後他就說他這就沒有幫 他沒有幫手 他可能這一兩年都就是剛生小朋友第一胎 他就自己來 所以他就處在一種壓力 很大的情況之下 我大概碰到這三個族群的女生 得乳癌的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其實說明說 如果你的壓力 可能也會造成日夜顛倒 荷爾蒙的改變 是會造成的 那珊珊 你現在這樣還要再追蹤嗎 再追蹤 我不管了 我本來五年之後呢 就是說醫生就是說 你一年後再來追蹤 我問他為什麼一年 他說你現在五年滿了 你現在也沒有優惠啦 本來我五年之內 五年之內我的診療費是一百五十塊 五年之後我的診療費 變五百多塊 六百塊 我說怎麼會變那麼多 他說因為你的滿五年了 所以沒有這個優惠了 那我就跟我醫生講說 那我自己 自己 自費 自費來做診療 可以嗎 他說我可以啊 他說你要怎樣 我說三個月檢查一次 我說為什麼 我說沒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還有一個人工血管 那個人工的那個血管 血管在 那後來被我摔壞了 被你摔壞 被我摔壞 因為我公公那時候走的時候 就是出來嘛 然後就不小心就這樣正面 不是 這是側面 跌倒一樣 正面就這樣整個啪下去 下去我老公嚇死了 他說要叫救護車 我說不要 我起來就好 我是整個直直的 啪這樣下來 後面這樣 紅葉下面是大理石 我只知道我的頭 好痛 大理石受傷了 我 我的小叔跟我先生說 快 趕快叫救護車 旁邊就圍很多人 因為那太大聲了 整個你 你這樣直聽你下來 你怎麼這樣 吐下去 不知道 也不知道 我不喜歡那個火葬場的地方 出來就覺得怪怪 然後就啪一聲 我就說哪有這麼衰 只是這樣哪有這麼衰 然後他們就要 我就不要不要扶我上來 我自己是起來就好 然後就慢慢起來 慢慢起來 他說你會不會怎麼樣 我說什麼 後腦稍痛痛的 我說沒事 你們都不要動 我就自己起來 起來我第一個 就是打電話給我的醫生 我說我摔了 我頭撞了 那現在怎麼辦 是不是要上醫院 他說你有沒有吐 有沒有暈 我說都沒有 那你現在人呢 我就站在這裡跟你講話 我說你那麼強喔 那沒事 回去 如果這山在內有吐有幹嘛 一定要跟我講 如果有發燒的話 你要上急診 我都沒有 還有第二次摔就是 啪 我的正面 那個正面摔是在家裡 摔到我這個 大概裡面二十幾針吧 我也沒有去縫 然後整個還好 沒有去縫 你怎麼是二十幾針 很長啊 那個線很長 整個整個這個 她自己孤酸 自己孤酸就害你怎麼會這樣 因為你裡面整個都這樣拉長 全部都是血 然後呢 我說還好鼻子是真的 什麼都是真的 要不然連鼻子也沒有 我起來我也是跟我老公講 不要碰我 我老公也是嚇死了 她想說這兩次摔 不是這個斷的就是那個壞 結果那一次正摔 是把我那個人工血管摔歪了 了解 我覺得你今天來 是不再說你很強的 不是 我很強的 我說 我很幸運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剛剛三生有說啦 就是說得癌症五年裡面 都要做一種 最終 那有沒有人就是 就是斑斷沒最終 我這邊有遇過一個案例 是我們那個醫院同事的媽媽 然後呢 他在六十歲那一年 得了乳癌 然後他很快就發現了 第二期然後治療 然後也整個流程跑完之後 也也蠻好的 然後因為自己的那個兒子在醫院嘛 當然提醒媽媽 就是剛開始初期 可能每三個月 後來每半年 每一年都要檢查 那通常我們在講 癌症是五年畢業嘛 就他到了第四年的時候 因為他媽媽就是之前都離婚很久 結果到了第四年的時候呢 他媽媽剛好就認識了一個 一個男生 外國人 然後呢就緣分情況之下 他媽媽就嫁給了那個外國人 美國人 然後嫁給他媽媽想說 我這輩子辛苦了很久了 因為他已經沒有老公很多年 二十幾年了 然後他想說 他跟那個外國的這個老公 他就去住到美國去這樣子 然後第四年他覺得差不多啦 他們都會覺得說 已經檢查四年了 都沒有問題這樣 然後醫生也說很好很好這樣 結果第四年他就專門到美國 去住了一年回來之後 結果他就想說 他一年沒有檢查 就說再來檢查一下 結果後來發現就是 又再次得乳癌 復發 又復發第三期 然後後來治療了半年多 我不到一年就走了 這麼快 對 我們我們那時候也蠻驚訝的 因為剛開始都是聽 我們那個男同事都講說 他媽媽都有去定期檢查 我們都會關心嘛 媽媽怎樣啦 因為都住附近 他媽媽都會來醫院 我們都看到都會說伯母好 你最近身體怎樣 他媽媽都很樂觀說 很好很好啊 我們也看過他媽媽從沒有頭髮 戴假髮 然後到頭髮長出來嘛 對啊 然後也恭喜他媽媽說 結婚對不對 對啊 謝謝 來勢洶洶 然後後來就說 他一年沒有檢查 然後其實他後來回來的時候 他有說他在那邊 其實也過得蠻快樂 但是飲食上面 他比較不能適應是 都是吃比較油的漢堡披薩 那一類的東西比較多 跟臺灣的飲食不一樣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真的一路就 就是半年多之後 就沒有治療 好 王醫師有沒有人是 明知道有 但是不治療的 比較 比較 如果真的他我們碰過的那種就是 他不治療 不是不治療 他是不相信這家醫院 他會到處跑 我聽說有人說放得鬆 對 因為有的他那種比較 之前有碰過一個年紀比較大的 七八十歲 他是來了急診 然後然後來 那我們說你來幹嘛 他就說一直出血 那我們就把他打開來看 他是整個就像火山 已經爆發出來了 整個肉都在這裡 他就在那邊噴血 對 那我說你這個這樣 他說他就是不 他就說他媽 他應該是他帶他來的是兒子 他說他媽媽自己住 然後也沒有人管 那他媽媽也不就醫 就要說有 那有醫生看一下 沒關係我吃吃藥就好了 就再也不去那家醫院 那最後沒辦法 你今天流血 你還是得過來 就送來急診 那這根本就已經沒有辦法再進一步做什麼了 只能做一些像做血管栓塞 看能不能把血止住 因為你也不可能開刀 不能怎麼樣 對 那種就是他害怕就醫 一個然後第二個 他把疾病看簡單 他覺得這不是什麼惡性的 什麼什麼 可是他就聽不下去 我覺得女生的心態 有時候是 就有時候 他考量的東西很多 像我有一個遠房親戚 就是阿晋那一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聽我媽媽在談 就是說他那時候 剛生完第二胎 然後年輕 還不到四十歲 然後三十幾歲而已 然後他發現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從乳頭那邊 開始有一些分泌 分泌物開始 然後他也覺得 反正就分泌物嘛 就擦一擦弄一弄 後來是因為分泌物 已經產生惡臭 然後已經就是每次 他要換內衣的時候 其實都有味道 然後他有跟他老公講 結果兩個人討論之後 發現說很害怕去面對 就是檢查會不會得乳 因為他小孩都很小 所以有時候也不見得是 年紀大會去害怕 有時候可能他比較 就是他考量很多 他說我小孩這麼小 我真的檢查我乳 我要怎樣 可是他其實都已經 我聽到了我媽媽說 其實他在討論當下 在討論說之前發生的那些事情 那幾個月 其實都已經都 味道都很濃 對 然後小孩子都跟他講說 媽媽你那個 味道濃的意思是代表什麼 已經不好啦 就是其實他化濃 裡面化濃 可能分泌物 他有已經那味道都出來的 對 後來就是去檢查的時候 醫生跟他也是跟他講說 他這麼年輕 你才會長這麼久 然後他就說 我兒子怎麼這麼小 兩個人這麼小 我真的得癌症 我要怎麼說 你真的就是得癌症 你要治療 後來真的太嚴重了 他就是整個都切掉了 沒辦法 有救人 有救回來 還是有救回來 所以有時候女生的心態可能他在得癌症 不只是單單他自己的問題 他可能會考慮很多 會考慮到周遭的家人 小孩 有沒有先處理好 這樣子他才要去救醫 對 那飲食 來你講 因為有時候我像 我們有一個朋友 在圈內有一個朋友這樣子 那大家也都很熟 只是我們後來有一段時間 他就是比較沒有 就是他固定要上的節目 他沒有上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後來發生 後來發現之後他過世了 可是讓我們大家比較驚訝的是 他發現的時候已經末期了 我比較驚訝是說 為什麼可以放到末期 然後那時候末期之後 然後他就是可能拓散到肺 什麼各方面 所以整個什麼淋巴 全部都滿滿的 所以已經來不及了 後來當然就過世了 我聽說為什麼可以拓到末期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的 有一些考量 有些人他其實也是害怕 然後那個我印象比較深刻 之前有個醫生跟我說 他碰到那個案例 那個案例很妙 他一開始是怎麼發現 他呢是去盲腸炎 你知道嗎 盲腸炎會痛 他們會去醫院對不對 那去醫院就你這個急性染尾炎 那這個我們來手術 手術的時候不是就躺著嗎 躺著刷手護士 他們弄一弄就覺得 這個這個病人好特別 他怎麼龍五龍一邊 因為他兩邊胸部 他說那個那個護士目測說 大概一邊是橘子 一邊就是大白柚 插座 你說就是B跟F的差別 他就是差那麼多 所以他們在開掉 防護士就是要手術 怎麼會這樣 所以他真的開完 那個之後呢 護士就有跟那個患者說 你這個乳房 這個狀況怪怪的 你不考慮進一步檢查嗎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用不用不用 後來醫生 護理之後跟醫生講說 他這個真的好像這樣子不行 你那個患者這個胸部 醫生說要幫他檢查 他說不行不行 你是男生你怎麼可以摸我胸部 我醫生 我幫你檢查 所以他都已經這麼明顯了 然後呢 醫生還要廢了九牛二虎之類 好不容易才逼他說 你讓我們做檢查 就一檢查 他就是屬於那種葉狀肉瘤 很大 然後他說你這情況多久 他說其實他大概兩三年前 就開始發現了 就發現說 他那個胸部 就是開始有一些硬塊 可是他講說不會痛 之前不是說不會痛才恐怖嗎 沒有沒有 那他還是覺得應該不是 然後慢慢放放放 他說而且也不是 他還說 而且不是最近之前就那麼大 是最近他突然長很大 就長到這麼大 但他你看喔 如果不是他來開欄尾 他絕對不會去看醫生 因為他連護理師力勸他要檢查 都輪番上症 最後才發現 差別這麼大 自己都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就覺得說 因為很多女生 他就不想面對 他在掃 其實第一關要掃那個超音波的時候 不是要脫上衣 然後他會叫你到診間去 然後就是上衣都脫掉嘛 然後蓋一個毛巾這樣 然後進來的時候 因為其實大部分你房外科 我覺得好像以男生的比例比較高 就進來醫生 大部分都男生居多 那就以前我們在醫院 很好笑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對我們這些在醫院來講 我們覺得醫生是無性別的 就是今天反正我今天要看 我今天要檢查看哪個醫生 他的職班 通常醫院都會有個職班醫生 這之後就他嘛 來掃 幫我們掃 進來 男的啊 也是啊 男醫師啊 副院長要掃 有沒有 要跟你開槓 對啊 可是你會覺得團胸肉 背哥還要開槓 你也是還要跟你開槓 他說醫生 最近的火食 好不好吃 真的這樣 對 在這邊跟你開槓啊 這樣比較自然啊 對啊 有時候你還要跟他反應啊 因為有時候 像我們自己就會反應說 噢 乳頭有點搔癢是怎樣 這種尷尬的問題 你也是要跟醫生講 就算他是男生 可是像你看我們在醫院待那麼久 我們還是略有尷尬有沒有 對啊 可是如果是女生那種 沒想到要給男生看胸部 就會想很久 對啊 雖然說 那個是暗暗的燈光 可是很尷尬 暗暗的才可怕好不好 真的 其實你說到這個 我就想說我要重建的時候 不是到美容科要過來嗎 他不是那祖祖醫生過來 他叫了一個小孩子過來 大概十七八歲 然後就坐過來他說 脫衣服 我說你幹嘛 我要看你這邊跟這邊 那個大小我要量一下 女護士的覺得 男的 很年輕 差不多十七八歲而已 我不騙你 我一看到他 這個年輕 我說怎麼會找一個 這麼年輕來看我的乳 那時候我剛好在病床 十七八歲 護理學校還沒畢業吧 實習生大概是那種的 我說你確定你要看 他說是啊 那個什麼醫生叫我來的啊 他還量哪個尺 還拿個筆 我說真的要拖 他說要不然不知道你大小 到底要裝多大 他要量我這一邊你知道嗎 不過我覺得作為女性 確實會有一次會在乎 男醫師女醫師 其實會啊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來 先休息一下 我其實後來因為我曾經年輕的時候被被傷害過一次 後來我覺得女生好像沒有比男生來的溫柔 所以後來我就是不要挑認識的就好了 男女我不拘 男生比較溫柔 對 不認識就好 對 不認識就好 可是不認識有一個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可是那個醫生應該都認識 都認識 很尷尬 你不是日文婉 看婦產哥怎麼樣 我遇過那種還有那台北市的 他是促診 可是他沒有事先跟我講 後來我真的也嚇到 這什麼叫促診 因為一般是 用他的手 戴個手套 對 剛才手扒機 我就覺得說這個 這個是不是應該要說 他沒跟你說嗎 沒有 就是你要去 因為你沒有經驗的話 因為他後來有講 可是第一次 我可能沒有會 我不要講 可能是我自己沒有意會過來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經驗 以前我們說 我們去同家的方向 我們會哭哭哭 有人在嗎 你要跟他相處 要先嘗一下 我是不是有這個 對 真的 有這個心理準備 我要觸診 要說一下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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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冰會嚇一跳 我是說如果是用那個 壓嘴器的話 對 那他是說我要 我要 那觸診是這樣 他就突然間 我就聽到他 齊齊耍耍 就塑膠袋的聲音 後來那手一進來 我真的嚇到耶 然後只是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他把 什麼叫手一進來 就是他是用指頭進來 直接觸診到你的陰道 然後他一拿出來的時候 他會根據他的那個 手扒機手套上面的分泌物 我幹嘛去做 作所 我會不會講得太仔細了 不會啦 對 不好意思 就是說會看你有沒有什麼感染 哪個方面的 我真的會 我真的會 我真的嚇到耶 然後後來我覺得不對勁的是 那個他那個摺椅旁邊 還有一面很長的一個鏡子 就是一個大鏡子在旁邊 那一般當然是有護士在嘛 可是我就覺得很尷尬 他為什麼要一面大鏡子 然後後來我當然就不去 他是個男醫生 對 那出境會選嗎 我 我其實因為也是之前就有發現 通常男醫生怕女生覺得 他們不夠仔細或太那個 他們反而會更客氣 通常男醫師怎樣 就是因為他們會比女醫生 有時候更客氣 就是說我現在呢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囉 那你要放輕鬆喔 所以我現在放進去這是什麼 待會我會怎麼做 他會把你要跟他 他要做什麼事 都很仔細跟你講 尤其現在近幾年的男醫生 因為他們已經被訓練到 就是說我要避免這個患者 覺得我怎麼樣 所以我要讓他知道 我接下來做什麼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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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反而是非常的貼 女醫師會怎樣 女醫師是因為我沒有看過女醫師 是因為我之前寫了幾個女醫師的 然後那個就說 就有患者反應說 就是跟文婉很像 他說本來覺得 你女醫師應該比較溫柔 然後女醫師就說 是在怕什麼 你有的我也有之類的 就是他們有時候 同理心反而就是因為覺得 這有什麼關係 我們應該都是女的 所以不一定你想像中覺得 我們因為有時候 我們會有刻板印象 覺得女生等於溫柔 男生等於比較出手出腳 可是有時候不能放在 醫生這個行業 因為老實說 他們在那你去看 褲產科醫生應該都認識你 多數 什麼叫多數 你又醫藥記者 有些可能沒有看電視 護士也會跟他說這是 會認識 認識就認識 認識就反而可以跟他聊 聊天 他說我這次為什麼會來 因為我可能我覺得分泌物的顏色 不大對劑 那可以幫我看一下 然後他就會跟你解釋的比較多 他就說我現在看到什麼 認識的醫生比較 就是你認識的去看 你比較自在還是不認識 我覺得認識看 反而比較自在 你跟溫暖不太一樣 真的 我覺得不會去找王醫師 我都沒辦法 我認識就是哇哇哇 真的 他很奇怪 真的 不要 我不只要認識 你們兩個先哇哇哇 真的很奇怪 通常如果真的認識 你在診間裡面碰到 他還是會展現很專業 其實我們在醫院 已經都沒有 都沒有關係 我記得我們婦產科的女生 真的很難掛進去 那你真的要在 比如說我可能預計每年的 像我自己都每年的生日月 我就會檢查乳房 跟那個子宮頸抹片 我覺得這是最不會忘記 反正就是那個月生日 你就是都要檢查就對了 有時候如果你排女生 你根本掛不進去 那你還要挑 所以我就都不挑 所以有一次有一年 我剛好就掛到 我們副院長是男的 平常就是真的很熟 女生的 怎麼辦 他一樣 怎麼辦 大家都說 而且他還是我 而且那時候他還是我直屬長官 就沒辦法 你還是進診間 你還是要做檢查 我不想再拖到下一個月 我覺得每個月都 每個月要辦的事情 然後後來就在那邊 然後一樣就在診間 一樣就是下面就是你要站好 姿勢 姿勢要擺好嘛對不對 喬二號啊 掛個毛巾這樣子 然後進來的時候 他也是很正常這樣子 很專業這樣 然後就檢查在那邊弄 然後他就會說 最近報告有沒有交啊 就是你那個文獻弄好了沒啊 這樣啊 不是聊天 然後就還是一樣啊 尷尬你還是要跟他回應啊 對啊 然後我覺得就還好啦 但是很多人 我出來之後很多人說 我很佩服你 你還可以去給 就是自己直屬長官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沒關係啦 因為其實男生真的 比較溫柔一點點 我早期十幾年前 那時候我碰到一個 即將要退休的女醫師 他給我做子宮 即將退休了 對 已經退休了 對 已經退休了 所以即將退休 應該是差不多六十幾歲 其實年紀滿大的女醫師 然後他在做子宮抹片 我記得他做完之後 他也是給我講一句話 那時候也是很痛的 然後就叫出來 有時候每個人 忍受疼痛度不一樣 像我就真的比較怕痛了 那他就是那種說 就很痛 就叫一聲這樣子 痛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有什麼好痛的 忍一下這樣子 這樣喔 然後那時候我心裡 也是有個陰影 可是後來 後來我們在醫院 有碰到一些年輕的女醫師 他們現在其實都會講 他說我現在要弄囉 然後會有一點痛喔 忍一下喔 其實我覺得